還有就是受到本土疫情升溫的影響 實際來到屏東墾丁人潮變得稀稀落落 比往年淒涼許多 甚至退房人潮也已經超過了一成 路上連一輛車都沒有 墾丁大街上頭 兩旁逛攤販的人潮稀稀落落 難以想像 只是寒假開跑後 遇上第一個週六夜晚的模樣 這樣的遊客人數 簡直比平日還要淒涼不少 到了白天也不見吃海鮮或是逛街的人潮 明顯差異 出租機車的業者感受非常強烈 大海沙灘還有藍天 就算是冬季時節 何許陽光陪伴下 來趟墾丁百沙灣一樣非常舒適 不過沙灘上的遊客 零零星星真的有點冷清 等不到客人上門的業者 縮在角落滑手機打發時間 以前墾丁大街其實是像不夜城這樣子 等到現在其實會有蠻明顯的差異 這樣的光景 彷彿回到去年疫情爆發時的三四月份 擔心這樣的慘況讓整個寒假檔期 還有農曆新年完全泡湯 甚至開始出現退訂潮 大環境的影響 其實本來又是淡季 又因為疫情的關係 當然定王就不是很好 不只墾丁 其實在疫情升溫當下 鼓掠雷蛋 退訂潮蠢蠢欲動 高雄一名張先生 過年打算帶父母參加金門旅遊團 沒想到 桃園案例接連爆發 實在抵擋不了家人的擔心 生怕飛機密閉空間 傳染風險更大 最後只能無奈取消 旅遊業者只盼望 疫情能夠盡早獲得控制 別讓好不容易毀身的國旅商機 再次歸零 華系新聞黃富中邦漢 榮浩北 屏東高雄報導